郭德纲冯小刚上下嘴皮子一块 竟将这副起拍价为9万的画作 抬到了450万的高价 450 陈宾陈总 450 这就是450 450 2017年的《八杀慈善晚会》 导演冯小刚带着自己画的画作 参加了当晚的拍卖 他知道在其他昂贵珠宝钻石的对比下 自己的画没什么价值 所以一上台就先来了语言艺术 我自己画的画 刚才像我们这种画都入不了这种图路的 您别客气 所以我今天临时跟苏芒说 也是贡献一份微薄的慈善之心 一旁的郭德纲看出了冯小刚的不变 毕竟当着这么多明星大佬的面 要夸自己的画作 多少显得有些王佛卖瓜自卖自夸的一文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冯岛今天拿出来自己的大作来到现场 是还拿回去还是就卖了他呀 我在这拍一下吧 拍一下是吧 这个慈善要久远 所以我们就九万开始吧 两人你来我网这幅画就开始拍卖了 主办人苏芒也很有眼力的 立马就喊到了二十万高价 可尴尬的是并没有人跟拍 于是他又加价到三十万 毕竟冯岛的面子他还是要给的 松茫二十 松茫二十 松茫三十 那边三十 有了这么一个带头 其他人纷纷开始喊价 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价 好像这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此时画作值不值钱已经不重要了 大家更想要的是卖冯小刚一个人情 最终他的这幅画 以四百五十万的高价竞拍成功 不得不说 这就是名人效应 这就是名人效应